你抓過活跳跳龍蝦嗎? 啊!活跳跳! 日本A5和牛,Costco必買 手桌現烤便當 有了Astar吃上癮大廚 你家就是米其林 你比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嗨大家好我是明明 今天要來分享最近非常熱門的氣炸烤箱 首先先來分享一下 我有使用過氣炸鍋 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我追求快速料理嘛 那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容量可能太小了 那我可能要分散好幾次料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清潔不容易 它上面的那個像蚊香一樣的那個加熱管 其實都蠻不好清潔的 如果沒有適當的清潔的話 可能你的料理就容易有油耗味 再來就是烤箱 有追求那個外觀很漂亮的迷你烤箱啊 當然它就可能熱度不足啊 或者是空間不夠 容易食物會碰觸到上面的加熱管 很容易就會燒焦 如果你想要大一點比較專業的烤箱呢 有分上下火可以烘焙的那種烤箱的話 那體積其實也滿大的 但功能卻單一 麵包機 麵包機曾經紅片一石 很多主婦家裡一定有麵包機 但是你到後面你會發現 你永遠都在做吐司 不同口味的各式各樣不同的口味的吐司 烤肉爐 想要吃烤肉 想要在桌上烤肉 感覺很棒對不對 但實際上使用起來 除非你在戶外 你在家裡你在客廳要烤肉 你會發現 欸 肉是會噴油的耶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會有油煙 你看講到現在已經有幾台機器了 氣炸鍋 烤箱 麵包機 還有電烤盤 烤肉爐 來這些機器通通都不用了 直接All-in-one Oster美國氣炸烤箱 果然內行人推薦的氣炸烤箱CP值最高 讓我們來開箱吧 美國Oster油切氣炸烤箱 時尚造型強大的功能 讓料理小白變成米其林 配件有烤盤 抽取式烤架 氣炸籃 可拆式集血盤 說明書料理食譜 機身方正方便清潔 直覺式旋鈕 功能 溫度 時間 操作非常簡單 二十二升大容量 三道加熱管 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均勻受熱 內圍不沾黏塗層 清潔好方便 Oster米其林海陸大餐 直接食作海陸料理大對決 厚切牛舌 稍微解凍一下 所有料理只有簡單的綜合蒜香鹽調味 氣炸功能180度三分鐘 日本A5和牛 日本A5和牛 放在氣炸籃內 你看看這個高級的油花 簡單調味後 一起放入氣炸烤箱 選擇氣炸功能 選擇氣炸功能 設定溫度 設定時間需先轉至二十 再往回轉至零到十分鐘 牛舌很快熟 牛舌很快熟 超級好吃啊 氣炸牛排 226克 230度 5到8分鐘 油切和牛 香味四溢 香味四溢 頂級海鮮上場 帝王蟹餃 活龍蝦 22升大容量超實用啊 選擇燒烤功能 選擇燒烤功能 溫度約200度 時間先設定十分鐘 再慢慢增加 料理小白都可輕鬆上手 人生第一次 料理活龍蝦就上手 其實龍蝦中間有斑面喔 帝王蟹腳是熟的 所以料理時間少一點 蝦料理看起來很成功 魷魚串是烤最久的 最後龍蝦頭 我也拿去煮湯喔 看到這 你喜歡海還是鹿呢 我知道你肚子也餓了吧 頂級奢華手抓海鮮完成 心得分享 美國Oster氣炸烤箱 五大功能 氣炸烘烤烤烤烤 對流加熱烘焙五大功能 直接試操作快速上手 少油的簡單料理享受美味無負擔 剛剛料理的海陸大餐呢 氣炸烤箱呢 它其實氣炸的部分 它並不是真的用油來炸它 氣炸烤箱簡單來說就是內建旋風的烤箱 加熱的過程呢並沒有油炸 而是利用熱空氣循環把食物煮熟 蒸發食物表面的水分讓它達到有酥炸的口感 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啊 烤糧到健康啊 熱量啊 以及料理的方式 像我就非常不喜歡在廚房油炸 雖然有時候炸物非常好吃 可是在廚房油炸的話 真的不喜歡油煙到處飛 氣炸烤箱完全就是懶人的最愛 使用更簡單更安全 熱空氣循環的加熱方式呢 可以使料理的時間縮短30% 食物呢在氣炸籃上面呢會滴油 讓油滴在烤盤上面 達到油切的效果 剛剛看到我在料理海陸大餐的時候 你會發現因為空間很大 它有兩層 所以我可以兩層那個食物可以同時料理 只要控制好溫度跟時間 那一開始溫度你也不要調太高 最基本的大概150到180這樣子 你要知道料理的原理 再好好的運用 你會發現30分鐘之內 你就可以快速出餐了 真心說容量夠大才實用 重點是它的外觀是黑色的 也很漂亮 機型不只是方正好清潔之外 它最基本的旋鈕 我覺得這是最耐用的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門啊 有兩段式的 預防蒸氣燙到自己 透明的玻璃門 在食物料理的過程呢 一目了然 比較有安全感 食物酥炸成金黃色跟焦黑色 通常都是一線之間 最後覺得 家有廚房神隊友 Auster氣炸烤箱 新鮮的食材加上簡單的調味 你家就是米其林 想要購買或了解更多 可洽詢代理商橫隆行 掰掰